刺激的最痛痛的就是 刺激水的處理 如果沒有處理好 是會造成嚴重的環境危害 但是 刺激只要經過一段奇幻的漂流 就可以變成非常獨立喔 我們一起來看刺激水流 變成五金的冒險旅程吧 這一切的價位 由刺激的刺激水流時就開始了 過去 刺激水流處理的過程 由故意分離 燕養發酵 耗養鋪氣 就在這裡去河川裡面 變黃金不成 還讓低塞流 冠上河川汙染的惡名 但是一切都跟它已經不一樣了 低塞流的心在這裡去燕養發酵機 就用自己分解成 氣體 液體 及固體三種型態 低塞流的氣體 有專化性電力 接下來低塞流的液體 及固體部分 就直接變成幾條來厚餐餘 完全不需要排入河川 有效率利用 讓水水變形 可以利用的肥料 電力 更讓河川保持水質清澈 以全國五百五十萬多隻的豬來說 一年生産 三萬六千五百公噸的蛋 才可以生産出五百五十萬包的肥料 這些低塞流 所生産的電力 平均一隻豬 一年可以減 一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每一年可以減 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1% 以台塘露草養豬場 有差不多一萬九千隻豬來說 將第三流重新利用 一年可以先超過兩百萬的頓序 到黑水費的開銷 這就是循環經濟的厲害 肥水不落外人田 達成環境循環再生